小雪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我今天来找你呢 是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情 我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 现在前期需要点资金 我前期朋友都借便了 能不能借我一遍 借钱你想都不要想 你好好打工不行吗 非要创业 万一创业失败了呢 那钱不就打水漂了 再说了 你外甥还要上学呢 干什么都需要钱 我没钱 小雪 我知道你有钱 前到时间面夫不是 刚接了一个工程吗 你就借我一点吧 我明年 一定还你 我有钱也不会借给你的 你赶走吧 我这次来找您呢 是有些事情想求您 我跟朋友创业 现在还缺点钱 亲戚朋友我都问变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才来找您呢 是这样啊 那你现在还需要多少钱 我现在还需要多少钱 差不多十万吧 差不多十万吧 行 我这张考里呢 正好有十万块钱 你先拿去创业吧 那他谢谢您了 借给钱 我一定会还给您的 不着急 等以后您有钱了 再说吧 那下 那我就先走了 哥 我今天来 是什么商业的事的 是你啊 找我有什么事 你看你外甥 你整个上初中了 我们就想给他 挑一个好一点的学校 可是你妹夫 最近这几年生意不太好 你看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让我先走转一下 借钱没有 以前那句话 我原来动不动的还给你 就算没有钱 我也不会借给你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我们可是一家人 我是你的亲妹妹 外甥也是你的亲外甥 我任心我找你这钱的时候 你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 嗯 再说了 这些年来 我对你们已经仁至一尽了 妹夫的赌债二十万 是我给完上的 外甥生生命住院的十万 也是我给的 我对你们 我对你们 已经很好 现在 一分钱我都不会借给你的 哥 前几次你都帮了我了 这次你再帮帮我呗 行了 别说了 进 小雪你也在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你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是有点事情 我儿子检查出来有种 需要手续费三十万 我就想来给你借点钱 好 阿姨 我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你拿去 不够的话 在这找我要 那我先做吧 行 阿姨 你先去医院吧 后面我再去医院找你 这不是以前的继母吗 这不是以前的继母吗 你怎么给他钱不给我钱 而且一下子给了五十万 这跟钱有关系吗 当初我创业需要钱的时候 我就找阿姨借钱 他直接就把十万块钱的 所有积蓄都借给了我 他跟我非亲非故的都愿意帮你 这做人呐 要懂得知恩图报 不管今天我给他借多少钱 那都是我自愿的 阿姨 我一分钱你不会给的 我再说 录像阳 不想看 北北 不想看 自己的 我 稍én 感谢观看